我们看上礼拜五 拜登跟川普那个悲惨的90分钟 拜登那样的一个恐怖的反应 真的已经吓到了美国 现在不只吓到美国 现在也吓到了全世界 而且这样的一个恐惧 这样的一个联谊 甚至还影响到中国 俄罗斯跟北韩三方为妙的一个互动 最近有一个人突然跳出来讲话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他叫郑永年 一般认为说他是习近平的智当 因为习近平有很多事情 是跟他商量跟他讨论的 他居然放了一个话 他放了什么话 他说现在在中美大对抗 就是说美俄大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跟俄罗斯你不要选边 如果中国在美俄选边的话 那就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那就不对啊 今天中国还有选择吗 中国本来不就要站在俄罗斯这边吗 你的不选边不就代表 你不要去挺俄罗斯吗 如果你不去挺俄罗斯 这个时刻另外一个变化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金正恩还有普丁 普丁当时去拜访北朝鲜的时候 他迟到了迟到 让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两三点钟 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里面 普丁完全非常不把他放在眼里面 他去干嘛 他就在玩他的麦克风 当时的金正恩刚刚讲的 眼神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不高兴 可是就算你们两个人各怀鬼胎 就算你们两个人并没有站在同一条线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大环境下 北韩做了一个决定 北韩干嘛 北韩现在的卫星是用中国的现在 他的卫星要干嘛 他卫星要用俄罗斯的 还有北韩现在要派四个旅 四个旅的工兵营 大概两万人 我要进到乌克兰的一个战场 这完全的力挺俄罗斯 完全站在这个俄罗斯这边 所以四周你说 这个国际大局势正在变动当中 没有想到 当大家开始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没错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大家开始皮穿着蛋了 开始皮绷紧了 开始说了 当中国一说了以后 它就会影响到他跟俄罗斯 他跟北韩的关系了 我们常常说世界是一盘棋 但是问题是现在下棋的那个主key 美国的那个主导人可能会换人 你会换人的话 那当然整个想法战略思考 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应该这时候 变天了 对习近平的国师 他就突然讲一句话 如果中国入如果战选边站的话 三战可能已经开始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话 跟美国对抗 那老早第三次世界战争就会开打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们绝对没有站在俄罗斯这边 他说我没有站在俄罗斯那边 就代表我没有挺俄罗斯 对所以现在他讲法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讲除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讲法 是说我没有挺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被这个美国制裁 给全世界抛弃 所以他当然讲这样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话 俄罗斯 就是北韩还有中国的关系 在默默的变化之中 那怎么变化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 川普上来把大家都吓坏了 对我们讲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朝鲜就是北韩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可是最近北韩做了一件事 他说什么呢 我们国家电视台播送的这个画面 以前都用中国卫星 但是我们现在改用俄罗斯的卫星 就是用这样 那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南韩他们都有在看 因为弄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卫星之后 他们很多南海的监控单位 没办法看到相关的影像 所以他们知道说是换了卫星 而且是换了俄罗斯的卫星 那不是很不给中国面子 你国家这个电视台的话 来说用的这个讯号从中国的卫星 变成是俄罗斯卫星 所以表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跟朝鲜的关系 没有大家想象的好 中国对自己的北斗卫星 是怎么样的得意 而且他也想说我的北斗卫星 就取代美国的GPS 而且我等于说 大家用我的卫星以后 我才可以变成这个地方的资讯霸权 对 没有想到第一个阿波浪杠的居然是北韩 对好那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金正恩上一次不是在 这个平壤见面的时候他不是表情很不好看吗 这个普丁也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保杰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今年已经见了两次面了 见了两次面你知道 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习近平还没有见过金正恩 所以说他们两个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 但是他们两个 对他们两个来说已经今年见了两次 所以告诉你什么 朝鲜就是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急速升温之中 然后他跟中国关系似乎是渐行渐远的一个关系 我就连这个国家电视台的这个我都不要了 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所以其实美国一直想用邪恶中心 把几个国家框在一起 这个中国俄罗斯北韩跟伊朗 就跟他讲的 中国一扣了以后 绑得越紧的 对 是北韩跟俄罗斯 对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保杰你知道 因为跟川普有关 我觉得跟川普有关 当然跟川普有关 保杰我告诉你 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他第一个要对付的是谁 中国他绝对把你电得金正恩西西 也就是说事实上现在拜登的 他的主轴是中国 但是其实他也在对付俄罗斯 但是如果假设川普上海之后 他跟俄罗斯他是怎么说的 东宁北约自己打 如果你们这个 我可能就不要支援这个乌克兰 你们北约欧洲应该尽点心力 他讲说我如果上任之前 我就要把俄罗斯俄乌战争给结束 第一个 乌克兰如果不配合 不上台湾桌 乌克兰所有的军员我都不给你 如果俄罗斯不配合的话 我就把所有的先进武器 而且会解开所有的限制 全力攻打俄罗斯 所以现在对这个普丁来讲 他时间有限 他应该要在川普上台之前 取得更好的战国 这样我在谈判才能够好谈判 那他怎么谈判 中国给我这个所谓资源 没有资源 因为中国已经说我不选边 Q了 Q了 但是有一个人会给我 那就是这个金正恩 那金正恩为什么会呢 因为宝洁你知道 过去金正恩一直很恨什么 我老是被你中国视为是老二世汗 中国一直说 他们之前不是中日喊三国的高峰会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要促进什么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这个对金正恩来说 孰可忍孰不可忍 我就是有核武才能够搞到今天 就你叫我无核化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目前我只对金正恩来讲 他也寄望了川普上台 为什么 川普跟他曾经面过面那么多次 所以他可以直接通川普 所以有点他就不会是这个 中国的小老弟 他就变成是这个美国的小老弟 都不一定啊 所以我来说 现在整个疯了 因为川普上台的时候 真的国际局势会出现非常大 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金正恩没有不敢赌的 没有不敢赌大的 现在赌一个大的是什么 除了刚刚讲 我从卫星 从中国变成俄罗斯之外 现在我要派四个旅的工兵 你大概两万人 我直接要到乌克兰的战场 我要完全 站在普丁后面了 因为普丁目前为止来说 急需要这个扩大战国嘛 我就讲 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搞不好战胜就要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嘛 你们要双方谈判 那对这个普丁来说 急需要非常好的这个后修进资源 你看最近他不是被打得非常辛苦吗 打得非常辛苦的时候 你知道 那乌克兰说什么 乌克兰说我们 击落了非常多的这个导弹 都是北韩的导弹 北韩导弹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北韩要继续资源我 因为显然中国的资源 到现在为止来说 有一点矩起来了 那所以他才来这个地方嘛 那听说他们上一次签约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 这个北韩拿了一亿多美金 就说好 我们要派这个两万名的这个军队 尤其是工兵旅的这个状况 有约莫四到五个旅 然后抵达乌克兰的前线 他们在顿内资格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直接参战 但是他们会做什么 这个排雷 还有维稳等等的这个工作 那甚至会帮俄罗斯构建 所谓的军事的这个 这个攻势 战毫 那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他要巩固 现在有的这个疆域 我要把它巩固住嘛 所以就是说你就知道说 其实目前为止 你看这个 这个金正恩拿了一点 一五亿美金也非常好啊 反正拿到 我现在欠缺一些 所谓相关的资源啊 你给我 那我给你这些武器 我给你这些 这些所谓人员 所以现在反而是 站在这个俄罗斯后面的 就是北韩 所以没有想到 上个礼拜五的 那一场的辩论会 现在大家感觉到了 川普要当美国总统了 他的联谊 他的整个连锁反应 会这么的强 而且我们都还注意到了 一个点 就是说连BBC还报道 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 我没有想到 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这么样的糟 也没有想到 金正恩现在 这么防着中国 因为在压率 将在很多 中国跟北朝鲜的边界的时候 居然刚刚讲的 都硕士钢绍 设置铁丝网 他干嘛去阻隔 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对 没错 实际上这是BBC的报道 他就是说 这个图片显示了 北韩封锁了 跟中国的这个边界 你看这是最新的报道 他在说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 在COVID-19的过程里面 这个北韩 把这个中国跟朝鲜之间的 这个边界 把它持续巩固了 你说都是弄这个铁丝网 对 铁丝网都弄起来了 那整个国境都弄起来之后 很难跑出去 另外是什么 保洁你仔细来看 这之前的这个围墙 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围墙中间来说话 他有这个扫索 一个一个扫索在这边 也就是说 他巩固非常严重 就是不让你跑 而且他也不想让中国 不想跟你互相往来的这个局面 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 中国跟北韩之间 我不但是有铁丝网 我不但是个铁丝网 一段时间 我都还有扫索 扫索就有军人 在这里严密监控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讲 这是之前的 这个原本的这个画面 你看他现在把很多桥 都把它组起来 然后把这个所谓围墙都组起来 在这个压力 像这个周边 你看以前是没有 现在是有这座墙 另外一个你看 原本在这个北韩 跟这个中国的新益州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原本你看蓝点的部分 就是相关的这个 蓝结点这个部分 那红点的话 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扫索 好 这个围墙 你看现在 现在你看 这个扫索 这个红线还在 但是红点红点都是什么 红点红点就是一些 相关的边境的这个措施 至少有2307个 他根本是搞了一个万里长城 对 所以人家说 他和中国之间的封锁 把它封得越来越严格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在2019年 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现在已经 盖了非常多周边的 这个大楼什么什么 把它封锁起来 所以可见 北韩现在是比较防谁 防中国 防得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特别提到就是 在蓬佩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当时是吧 就是这张照片 他当时有跟金正恩戒辩 他说他最惊讶的一段话是什么 金正恩跟他讲 不要相信中国人 中国人都是骗子 对 这句话是来自什么 是来自蓬佩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就讲到说 他去见金正恩的这个件事情 那金正恩就跟他说 他认为中国都是骗子 他说我还宁愿美国在这边驻军 因为为什么你美国驻军的时候 在保护我们这个朝鲜 免于受到中国的威胁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 因为南韩有这个驻军的时候 所以中国拿我们美则 他说万一 如果假设美军离开的时候 中国可以掌控整个朝鲜半岛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西藏 所以他希望美国在南韩驻军 对 他说我们会变成西藏 我们可能变成新疆这样 可是保护他讲的话道理对不对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因为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安全太重要了 所以中国一定会想要控制朝鲜半岛 那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去控制新疆 中国想要控制西藏 他就没有道理 对 不想控制朝鲜半岛 所以这就是金正恩怕的 金正恩就说 因为你们驻韩美军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就免于中国的威胁 他跟蓬佩奥这样讲 蓬佩奥就很 有点惊讶 他就说 他就说我们这个 中国常常重生的美军 撤离韩国将会让金正恩开心 金正恩笑得起来 并且兴奋地拍打肚子 感叹中国人是骗子 骗子 所以他原本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金正恩的这个想法里面 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朋友 真的在国际关系里面 真的虚实难辨 对 没错 所以事实上你看 而且他们见面的时候 还有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个金正恩跟这个蓬佩奥说 没想到你会出现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对了 我们是的确想要杀你 但是我们练习很多 没有杀掉你 但是我现在很想杀了你 但是他们国际 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 即使我要杀掉你的时候 两个要合作的时候 还是可以互相的合作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知道 他们后来见面了 川普不是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吗 他就说 他把它称为叫做小火箭人 Little Rocky Man 就是这样 金正恩跟这个川普见面说什么 你叫我火箭人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那个Little 所以让他事实上显见 即使是他们双方 这个你来我往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 我们真实的这个利益是什么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真实的利益就是 北韩现在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不甩中国了 而且在我最近 最重要是 之前他不是空飘气球吗 空飘气球 弄了一些会晤 有一些大便 有一些回宠跑到了南韩局 对不对 他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丢这个气球 不是丢给南韩看的 我是丢给中国看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之前5月27号 不是在首尔开 这所谓的三方会谈吗 三方会谈里面 你看李强 这个尹锡悦 还有这个岸田 三个人就说 我们要达成 这个朝鲜半岛 无核化 所以这时候对 金正恩就很不爽 我无核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个地位了 虽然就在 你说要安全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这个 所谓排泄物台 空飘到这个南韩局 下下你 甚至他后来 不是在发射 试射这个飞弹吗 所以动作就告诉你什么 金正恩现在在川普 可能当选的状况之下 他知道未来 我就直接跟川普 这个对话就好了 我还要透过习近平干什么 所以未来的话 这个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恐怕会有些 不微妙的变化 好 中国现在出现了 很多奇怪的事情 第一个是 李尚福跟魏凤和 李尚福等于是 习近平手把手 一路把你的喇叭上来 当了国防部长 可是没有想到 李尚福跟魏凤和同时说 你们俩被开除党籍 而且你犯了非常大的 这个所谓的 贿落的这些问题 结果这个时间 你就发现 很多的什么的飞弹 刚才讲的天兵的工厂 发射火箭 居然说我是在地面上 做这个引擎的测试 发动机的测试 怎么可能飞上去 还有我今天发射火箭的时候 我的第二劫居然掉落 第二劫掉落在 大家众目睽睽之下 上面有非常可怕的 一个毒气 现在更传说说 现在再跟大家 传得沸沸扬扬 于是在中国的贵州 竟然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军火库 出现了一个大爆炸 对没错 事实上最近为止来说 这个网路上的 很多消息在传言 就是说像我们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方面是6月27号 在中国贵州的 一个军事弹样库 发生一个大爆炸的状况 事实上有人拍到这个画面 但是网路传开来了 但是媒体马上就把它封锁消息 封锁了 这个据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很多人统计都说 今年中国不是只有发生 这个贵州的军火库 发生爆炸 有六七个地方都发生爆炸 只是网路上 没办法查到这个消息 很快就被封锁了 好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所谓大爆炸的状况呢 抱歉 现在就有人怀疑说 是跟习近平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一直不断整肃火箭军啊 什么李玉昌被抓 然后包括说像李尚福啦 这个魏凤河都被抓 他们其实都跟军备军书有关系 像李尚福以前是后勤啊 虽然就管这些军事弹样库啊 这个都突然军事弹样库啊 好 所以有人就说什么了 因为习近平要开始查 查的话我要知道说 你们这些军火弹样库 到底可以用多少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中国的高层来查粮仓的时候 两场就失火 现在一模一样的局面 发生在弹药库 就是上面的习近平想知道 我们到底状况怎么样 查什么 炸什么 但是索性 如果被你查出来得了啊 你看这个李尚福 他们就被开出党籍 那我这个怎么办 所以一不做而不休 就把弹药库给炸了 或是把它放火 把它烧掉 所以才会出现说六七起 这个疑似网路传说 有那种军火库大爆炸的事件 所以那跟习近平整肃军方 有非常大关系 因为你要查 到底亏控多少钱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就没讲吧 你在河南这个地方也是河南 河南刚刚讲我在天兵公司 发生这个火箭的时候 居然在空中出现问题 那你就讲说 这个怎么可能发生 而且这个时间 难道有猫腻吗 当然有猫腻 为什么 因为他抓了这个李玉超 就是跟火箭军相关的人事嘛 那好 事实上 魏凤凯也担任过 他们都担任过火箭军 我跟他讲 事实上这家公司天兵科技 它是2019年才成立的 它其实它虽然说是名气 但其实它是从中国的军方 人事过去的 所以它是军方名气的 这个宣问的结合体 那你知道 因为这次测试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生了一个 最基本的错误 什么叫基本错误 我只是要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 热开机 这样子测试它的引擎 就被它居然没有固定好 就让它飞出去了 飞上去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是很基本很基本 你居然会犯这种错 那表达什么 表示就是故意要给你难看 所以为什么要故意给你难看 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说很多人在拍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这个 什么火箭工 这个所谓西舱基地 或是南舱基地 这种你很难被拍到 但是我这次公开测试的时候 就给你出大球 所以显见的 很多军方人士 对于习近平 你这样整肃的时候 非常非常不满的状况 是哦 刚才讲的 上礼拜五 那个灾难的辩论会 真的已经对美国造成 极大的冲击吗 像你长期跑财经 你说 华尔街的风 已经换了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 还有这个金主 还有包括说像华尔街 风向都有点转变的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们看到这个拜登 真的有点太老 尤其是你知道 因为他也知道他辩论的不好 所以他在当天辩论完之后 他还跑到一家餐厅去 他想要证明说 我身体还很棒 可是人家看了这个照片之后 真的是觉得说 他真的太老了吧 你看他进去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动作 他是走在吉尔后面 就是吉尔在他前面 然后他在后面这样子 可能吉尔走到哪里 他就要走到哪里去 那你看他整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缓慢 大家才知道 他跟一般民众互动 是这么缓慢的人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有时候好像都是慢动作 对 很慢很慢的动作 我们没有慢转 他就动作这么慢 所以他想 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大家更是觉得说 他实在是有够老了 他整个动作都非常非常慢 然后非常的 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 他干什么这样的感觉 所以整个他 他原本想要替他 在这个辩论会灭火 就原本想要越灭火 越烧越大的一个状况 因为刚才讲的 当那个辩论会 非常糟糕之后 他的太太马上 弄了一个救援计划 救援计划就是在48小时里面 在四个州 办理了七个演讲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活动 不办还好 越办把大家给吓死了 对 而且你知道 目前为止有几个风向变 一个是大法官 因为美国的大法官 原本来如果这一次来说 针对川普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尤其他任内最后的 有一些作为来说 是不是已经 预约了总统的职权 结果没想到六比三 认为说OK 这是他公务职权 能够有的这个豁免权 所以没有事 没罪了 所以没罪的话 他当然可以竞选到底嘛 那事实上这个 有一点跟美国的风向 是不太一样的状况 这个大法官就做了这样的判决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抱歉 那华尔街 最近开始出很多报告 那Morgan Stanley 大这个所谓高盛什么 他们都说什么 如果川普赢的话 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把川普会赢 列入一个选项 而且现在是第一个选项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 最有可能的情境嘛 就最有可能的情境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所以显见的 现在都已经是这样 那在上一届大选 所以你说现在全世界 已经为了川普 可能当选做准备了 所以那第三个现象是什么 金主开始落跑 那那几天的时间点 里面来说 他不是走了非常多吗 走非常多州啊 然后在做这个 募款的这个状况吗 那很多民主党的大金主 民主党的大金主 大概很多是华尔街 或是高盛人 这个相关人士 他们就说了 他们听完之后 我们这几天不是讲吗 很多华尔街 或是很多民主党高层人士 开始说 要这个拜登退选 其实很多就是金主 金主这一讲说 我钱都压在你身上 就退了 所以现在金主听说 有一些这个钱 开始募不进来了 的一个状况 但是拜登还是 这个非常坚决的 跟他的金主说 我会赢我会赢我赢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失误是没有 而且美国也有赌牌 他也有赔率 现在川普的这个 川普已经赢拜登了 对 就是说你看 事实上一直以来 两个在纠缠的这个过程 就没想到 最近一段时间 川普继续往上升 但是拜登你看 经过辩论之后 几乎是往下跌得非常严重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现在 所有的华尔街人士 所有的金主 似乎都预测 可能呢 这个川普赢的几率 是越来越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